烏坎村學生下午提早放學,就上街示威 其他村民都有加入,人數最多的時候超過3500人 他們都說不相信林祖戀有貪污 遊行隊伍去到派出所外,停留約一分鐘 繼續呼喊口號,坐牆的武警並沒有干預 很多村民現在都不相信政府發佈的消息 好像下午有家長聽聞烏坎小學,有政府官員強迫學生 為一些文件簽字和打手印,大批家長趕來接子女回家 家長說,政府官員還企圖拿走學生家長的資料 又延長上課時間,希望能制止學生上街示威